我有两个女儿,在她们读大学,甚至毕业后开始工作 常常因为住宿、工作等各种原因,而需要搬家 每当我开着小车去帮忙搬家的时候 总是要丢弃一些带不走的家具 这也造成了搬家的时候不会买太好的家具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抛弃 因此我在想是不是能够设计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减少搬家的痛苦 又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保有机能性及美观的家具系统 我希望这个家具系统能够承受一定的重量 例如作为椅子足以承受正常成年人的体重 而在移动时可以非常轻便 因此想要透过研究,找到最轻的重量 却能具备最大承重的结构设计 一开始设计箱体时,我尝试在平面板材上增加补强类的传统设计 当贺重接近70公斤的时候,所有的结构都产生变形 而此时箱体的总重量也超过2公斤 为了满足多数人的体重分布 70公斤的贺重是不够的 箱体贺重必须加倍 而单体的重量最好能降至1公斤左右 首先我提出等效截面机理论 利用0.9毫米宽度的材料绕成宽度10毫米的区域 并设计三种不同几何形状的截面 透过有限元素分析软体 测试板材的结构在模拟压力源下如何相互作用 透过改变几何参数模拟 并实际用3D打印做出模型 验证箱体结构的强度 从井二模型一直测试到井器材完成 而最后的结果也与设计浪板结构的相关论文不谋而合 采用梯形浪板结构 不仅大幅提高贺重能力 同时也让板材厚度更加轻薄 箱体的总重量只有1.2公斤 而贺重能力可以达到150公斤的垂直贺重 相较于一般折叠收纳箱的贺重能力更加优异 当重量与贺重有了突破的概念后 我开始着手进行整个系统的结构 这个系统必须具备移动性 当要搬家的时候 能够拆解成好膝带的尺寸 首先我想到IKEA的K-Legs 我已经装了无数个K-Legs算是一个手手了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从来没有拆解任何一个K-Legs 它扁平化的包装在运送时相当方便 但是当要搬家时就没那么容易地拆解 因此 相较市面上其他只用塑胶一体成型的扣件 Q-Kon设计以金属针为转轴 利用金属平针当转轴可缩小尺寸 又可达到最大强度 侧面利用塑胶双转轴来方便旋转及折叠的结构 达成展开及收盒的状态 以及利用波浪结构的特性 将折叠的部件藏在两个波浪结构之间 在不影响强度的情况下 大大的减少了折叠的空间占用 让收盒后的尺寸仅有原本的六分之一 而这一切都仅需数秒即可完成 过程不需使用到任何工具 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 即便狭小的空间也能组装应用 单体的结构已经完成 轻量兼顾并且组装及收纳容易 然而一个单体并没有办法发挥太大的作用 将单体组合成实用的家具才是目标 而大多数家具都是运用螺丝后扣键来组合 在组合 拆解上需花费较多时间 我期望有一个方式能不使用工具 就像乐高积木一样 组合在一瞬间就能够完成 还可随时变换风格及用途 我的灵感来自于磁铁 就像地球就是一个最巨型的磁铁 从N级出发到S级形成磁力线 就像巴克球 使用强劲且勇磁的女磁铁制成 但使用球体磁铁 就只有两个端点的磁力最强 因此 我将球体压平成立方体 让磁力最强的区域扩大 然而运用大面积磁铁 作为整个箱子的构造是非常不现实的 因此 我将磁铁拆分为八个 分别置于箱体的八个角落 让这八个小磁铁 形成虚拟的巨大磁铁 配合卡榫的结构设计 可以自动对位 达到快速拼阶级稳固 在NS级稳和的面向 可以实现360度旋转吸附 当组合互斥时 只要转180度就可以相吸 组合后 还能增强承重的力量 正立方体的形状 让组合不受长宽高的限制 可以随心所欲的立放或侧放 磁铁及卡榫的力量 还能让箱子悬空都不会散开 像积木一样组合成各种形状或家具 除了磁铁的快速结合 还有卡扣对位的结构 以及预留日后更多的配件设计 历经两年的设计 克服许多的问题和困难 经过不断的修改和调整 最后终于达到满意的设计成果 虽然组装及组合便利性 有很大的进展 我仍希望透过建立风格 来让这个系统看起来 不只是积木或一只玩具 并且不像一些收纳 相有临时住所的感觉 即使只是临时居住生活 很短的时间 这些具有风格的家具 不仅带来舒适的环境 也产生归属 认同感 当再次面临搬家时 能快速安装拆解这点也相当重要 这些家具带来的归属 感让我更珍惜它们 进而产生更多的运用 只要简单组合变换 就能展现不同的功能及风格 不会因为过时而任意丢弃换新 导致浪费资源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 Qcon的色彩计划 我看了许多室内设计的风格 从中挑选了三种极具特色的风格作为参考 首先 我根据休闲度假别墅的感觉 调配出米白色为主色调 配木纹质感的美奈版 让整体有清新放松的感觉 第二个配色我参考英伦绅士风的装潢 让香体以蓝黑为主色调并搭配颜面美奈版 展现低调中带有一点优雅又不湿沉稳的感觉 最后我选用具独特静密感的清水模风格 使用混凝土的灰搭配黑色大理石美奈版 当光影穿透所带来的宁静氛围时 能使单调的空间披上一层独特的气质 我希望这三种配色能增强环境的美感 达到美化空间的效果 从而提升它的格调 透过3D动画和实际拍摄 可以更清楚地看见Q-Con的各种组合风格 运用多样性的排列组合 Q-Con可以形成各种立方体系统家具 只要几分钟就能轻松快速地完成家具系统的转换 选定想要的室内设计风格后 将Q-Con搭配木板即可创造许多种家具的可能性 再依据个人喜好挑选合适的装饰物件 在小房间也能快速建造自己喜爱的个人化风格房间 Q-Con具高机动性便于攜带 适合经常更换住所 临时居住的小房间 拿到完成后的成品 接着开始着手组装应用 整齐化的组合排列 可作为收纳箱收纳物品 或是小茶几 组合后能做更多摆放物品、饰品的应用 搭配坐垫 折叠床垫就是舒服的沙发座椅 就像是俄罗斯方块般的有趣 运用一些巧思来组合并加以装饰 在小房间中或只是短暂居住的租屋情况下 轻便且美观的收纳家具系统 为生活带来更多创意和美好的可能性 我希望这个Q-Con系统能改善年轻人搬家的麻烦 并除了收纳的功能以外 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 不仅是小房间的家具作用 更希望它能够运用在更多的场合 例如,录音或者是车博的生活及其他的用途 欢迎你们评论你们所想要的使用情境 或者是分享你独特的创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